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变音金刚漫画评书节目 这个系列讲解ABLE公司出品的变音金刚漫画 跨度从05年到18年之间 每本书都是相当的精彩 今天是第46集 咱们讲解的是毁灭行动的第6本书 毁灭行动 这是一个由6本书构成的小系列 是位于行动三部曲的第三部书 第一部书是渗透行动 Infiltration 第二部书是升级行动 叫做Escalation 而第三套书 正是这一套叫做毁灭行动 英文叫做Devastation 这套书的长书时间是07年到08年之间 是非常精彩的一套书 今天我们现在正是第6本书 也是整个章节的作为华材的部分 好 先稍息 我们先看下这本书的两个不同的封面 首先是A封面 上方一眼写的Transformers 正是变音金刚 指的是他们可以随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和形态 然后在下方写的Devastation 正是毁灭行动 然后在峰会部分 正是Megatron和StarScore 威灵天和小红红蜘蛛 这个时候他们是扭打到了一起 在上回红蜘蛛是从生命护肤仓里面是恢复 并且是出来跟六名兽进行一个PK 六名兽直接被他干掉 难道小红是刚刚干掉六名兽之后 就要去窜老V的权吗 那么这会是否是这个意思的 我们先听本回合的分解 然后再看下一个封面 这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 正是这个Galvatron 我们翻译成叫做金破天 也可以翻译成为叫做Gavailo 那么这个时候Gavailo 他手里面正拿着一个头 这个头正是Deathbring 死亡使者的头啊 这可是收磕者 这个部队里面的老大 难道金破天在这回合里面 会把这个老大干掉吗 不会他小城收磕的 这个团队的老大吗 这回合将会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 好 再往下一页 是一段小的文字 是一个成上体下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 上方写了 在俄罗刚中 为了节促战乱 由一群奇怪的外星生物 组成的神秘组织收购者 决定以暴制暴 向威廉天和他的渗透部 发起了最终的决战 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 是另有一股纵横宇宙的外化之力 是不想看到地球这样的毁灭 在弗兰里达的坦帕市 这个地方正是Machination 天谋会组织的秘密基地 而在里面的工程 正在豁明的 想要摆脱这个神秘组织 对他进行的全面的追捕 他是由天谋会组织 研发的头领战士的技术 并且他这个时候 是思维与汽车人的飞猫腿 进行一个融合同步 然而留给他们俩的时间并不多了 画面一转 故事开始 这个地方正是位于 弗里达州的坦帕市 一个声音是咳嗽的说到 他在哪 这个时候画面一转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里面 有一个头颅是挂在空中 我们这时候看到的是他的后脑手 下方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导线 而在前方是站立两人 一人正是咱们非常熟悉的 萨克军人的头部 而这个人正是这个 天谋会组织里面的老大淡定 他是穿着这身铠甲 而旁边的这位正是他的手下 这个时候 他正在向前方这名悬挂的头颅 表示工程就在主车间里面 按照您的命令 我们已经关闭了所有的出口 并且他周围是布置了特殊战术小组 这个时候在前方挂着的头颅 正是这个受伤残破的萨克军人头 表示说 好的 告诉你们的人 别动手 这个时候 淡定是穿着这个萨克军人头部的铠甲 表示说是时候了 是的 工程将会成为我们第一个牺牲者 这样看来 至少花在他身上的资源 还不至于被彻底的浪费掉 这个时候在车间里面的工程啊 是看着前方分毛腿的这么一个身躯 是表示说快点 给点反应 这个时候画面一转 萨克军人残破的头是问前方的天盟会的负责人 淡定 他这样说 淡定 你准备好了吗 前方的淡定表示 我早就准备好了 你告诉我 我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 马上就要实现了 我们再也不用忍受 这副可怜的模样了 我们将合二为一 萨克军人将重获新生了 画面一转 这个时候我们终于看到 萨克军人残破不堪的头部啊 真的是惨 左面的版本脸是完全被击穿 眼珠子都出来了 从嘴往上是接出了这么一根管子 这个桥呢 咱们可以在之前咱们讲过的英雄战 通天小通二哥里面得到解释 当时通天小时 急拿这个萨克军人 在进行一个缠斗的时候 通二哥是一枪击中了 萨克人的头部 是导着他 是受伤严重 那么之后 萨克军人是在地球上方 是安插了这么一个傀儡组 叫做Machination天谋会 天谋会的主要任务 就是研发头领战士的技术 这个时候负责人淡定 已经将来的技术进行一个完善 并且是使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在传说之后 他们将会获得萨克军人 重新的生命啊 这个时候画面一转 继续回到了车间里面 而工程这个时候正在研究 前方飞猫腿的身躯 他这个时候表示百思不得其解 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某种程度上以前 我已经是一个头领战士了 我就是飞猫腿 但是好像有什么在干扰我 而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是有很多工程师 是正在拆解飞猫腿 头上这些连接的光纜 工程这个时候表示 好吧来吧 集中注意力 在脑海的某个地方 肯定是有答案的 千万不要慌张 要镇定 而这时候在旁边 这萨克巨人是出现 是挥着着自己的这个大抓子 表示是打开杀戒的时候来到了 画面一转 这个时候再次来到了 俄勒冈州 霸天虎的地下指挥宝 而这个时候霸天虎的指挥官 这个威登天 是带领了大家 是冲出了地堡的基地 是与前方的收割者们 Raper进行一个作战 威登天这个时候表示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怪胎 是什么来了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攻击我们 但是你们的愚蠢 已经引起了我威登天的愤怒 这颗星球是我们的 而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霸天虎是前方的收割者们 进行一个交战 而这个时候威登天 它是从口中向前发射的激光 就是因为它是吸收了超级能量 来自于13号矿 这个桥子 咱们在之前的升级行动里面 是有进行介绍的 威登天这个时候 一边向前方的收割者们 进行火力清泄 一边也没有忘记拉拢红蜘蛛 他表示说 红蜘蛛 我可能还没有说清楚 我唯一能想到的 就是你这次的反复是一定有隐情 但是我现在不想跟你纠缠这个问题 你是效忠于我的 还是效忠于你自己 红蜘蛛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的聪明 他是旧坡下立 他表示说 我效忠霸天虎的事业 这时候老魏听了之后的话 是龙心大悦 他表示 那里就是效忠我 我就是霸天虎事业的灵魂和核心 就是他是立刻进行的变形 变成为P38首相的形态 表示说 拿上我 让这帮野蛮的异性们自食恶果 而这时候红蜘蛛拿着威廉天的手机 在进行一个向前的巨大的火力清晰 红蜘蛛继续拍马屁 表示 威廉天 我永远都是你卑微和虔诚的仆人 而这个时候 前方的浪克是一个没有小心 是被这个收割者们 从后方进去一个攻击 二位收割者是直接手中的长毛 是直接击碎了浪克 而这个时候 在他前方光看到此情景 正是他的好兄弟游民 所谓这个打仗亲兄弟 上战父子兵 游民的话也是大喊浪克 NOW 而就在这个时候 简直是一气呵成 刚刚击杀了浪克的那名收割者 是直接赶到了游民的面前 是直接利用手刀 是击飞了他的头颅 游民的头颅也是没有反过来 是直接掉到地上 并且进行一个翻滚 这个时候他是仰面朝上 并且视网膜还有这个反应 他看到前方是有名大汉 是举起了一块大石头 他也表示说 啊不好 这下惨了 这后大石头是直接砸到了他的头上 将它是击成粉末 而这个时候在远方 是有一个大口径的火炮 这个人正是惊破天 葛威龙 他表示说 这是必然的 站着人多势众 能力各不相同的收割者们 肯定会占上风 霸天火必定会一败涂地 地球也会像其他 被战火摧残的星球一样 化为一片火海 除非我葛威龙出手干预 画面一转来到了一年二周的华沙市 这个时候热泊正在与前方的头领战士 是分手的复刻体进行一个激战 热泊这时候表示说 我不想说 但是你们这帮废物啊 真是垃圾中的极品 极品垃圾啊 我说你们根本就打不着我 你们这头领战士 真是业余选手的荣耀啊 无论你们怎么拉风 都是吃货一般 而这个场景是让我想起来 篮球里面的这个一神啊 正是这个麦克尔乔丹 打篮球的时候 就是这个满嘴的垃圾化 这个热泊的话是颇有此风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其中一名飞猫腿的复刻体 就是这个头领战士 他也是明白过味儿的 说前方这个热泊 简直就是这个沙神附体 如这个虎羊群一般 真的是挡不住 他也是联系这个天魔会的总部 表示说总部总部快点回话 情况刚说到这儿啊 他是直接被击爆 而热泊这边表示说 谁啊 这不是老顽固吗 老顽固说 说我并不是抢 抢你的风头 咱们得撤了 快走 热泊这时候跟老顽固讲 说这怎么话说 我这还没喜欢够呢 还没闹够呢 老顽固表示说 咱们得离开地球了 哪怕是暂时的 因为格拉斯9号监狱是出麻烦了 咱们是离那个地方 最近的大部队 热泊这时候表示 说不行 老顽固说 不行是什么意思 热泊说 我说的是要这个地方 继续战斗战斗到底 热泊接着说到 说我并不是那么的 关心老飞猫腿 但是他这件事情的话 现在是确实很要紧 因为我发现有人利用他 现在大脑 我要找出谁是幕后的黑手 老顽固说我不管 这个车的命是上面直接下达的 热泊这时候表示说 嘿 你可以戴上铁铁铁铁铁 先到钱赵大哥那个地方进行报道 那么我的话呢 如果你想阻止我 看来你是必须要使用武力了 而这个时候热泊也直接 挣脱了老顽固那双大手 是直接变形离去 老顽固这个时候 其实也是左右为难 他是继续想尊从钱赵大哥的命 那么也是想热泊 就查了一下 到底确实是幕后黑手 那他这个时候 只有是目送前方热魄离病的话 是口中说道 加油吧兄弟 画面转 再次回到了方舟32号 这个时候钱赵大哥 奥茨固正在通过视讯的形式 是联系前方的探长 探长表示说 明白 钱赵大哥 我们将会在格拉斯9号行星监狱进行会合 这次红炮已经不会开心了 不过也是 他什么时候开心过呢 大哥这时候表示 说那你就好好开导他一下 让他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探长 我们也不是草笑的离开地球 或者是将飞猫腿的事情丢在一旁 没问题 我顺便问一句大哥 那么夜巡有没有看我送过去的 关于神星太宝的死门报告呢 大哥就是表示说 探长 我想他这个时候应该正在研究此事呢 而这个时候 这个桥子 咱们是在之前的金某天传里面 进行一个介绍 当时金某天是来到了赛波产 是直接干到了神星太宝 而这个时候夜巡是正在看探长 发过来的报告 夜巡这个时候 一边光看神星太宝的验尸报告 一边心里边嘀咕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怪的事情 好像神星太宝浑身上下来 每一处机能都同时停止了 好像是什么东西 最好的解释就是 某种恶性病毒是瞬间攻击 并且摧毁了它体内每一个活体细胞 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的事情 而且我有一种纠缠不清的感觉 我不可能忘记什么事情 我从不会忘记 这意味着只有一种可能 要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误导进入了某种错误的意识 要么就是我的某一部分意识 已经被人删除或者是抹掉了 无论哪一种可能性 这都是个未解之谜 带我去探索 好 那么这个桥呢 其实咱们是在之前的 一群传是有介绍过的 当然他确实是被一群人逮到 并且进行这个手术 是抹去了一部分记忆啊 我们可以去看那些节目 好 画面是再次的恶招 霸天火的地堡前锋 而这个说 金火天金风呢 直接冲向了前锋啊 表示说 你就是死亡召唤者 Deathbringer吧 你召唤的死神来了 这金火天使直接是 饿住了他的喉咙啊 表示说 来吧 你现在就听我的调情 去烧尽一切 任我屈时吧 死的使者去吧 而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死亡使者 Deathbringer可是有样了 从面部直接向外喷射烟雾啊 仿佛就是这个 把火罐成精的这个感觉 金火天接着说呢 去拥抱死亡吧 死亡使者 而这个时候在他身后 飞来了一名飞行成员 正是收割者的 其中一名猛将 想在后背 去偷许金火天金风子 而就是他是不知道 江湖人金风子 是这个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啊 能动手的时候 绝对是不逼 是直接回头啊 就是一炮 无情的火力倾斜 将他直接进行一个烘碎 而这个时候 是这个变成这个 把火罐的这个死亡使者 是走向其中的一名收割者 说得表示说 死亡使者 兄弟你怎么了 怎么变成了把火罐了 而这时候他是走到他的面前 直接是浮出了他的面部 而那个人也直接变成了一地的灰尘啊 画面也在下来的摊帕士 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工程是这个时候仿佛是心有灵犀 是表示说对了 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这个feel啊 真奇怪 没错 他是立刻变成了这个飞猫腿的头部 而正在这个时候呢 旁边的萨克巨员也就感到 表示说这是你第一次变形 太遗憾了 可能也是你的最后一次 而这个时候 这个飞猫腿身去直接捡起了头 并且是带到了头上 表示说成功了 你想的美 不过你们对我做了什么手脚 这才是真正的我 好吧 慢慢来 不管有什么事情 先别着急 俗话说的好啊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而这个萨克巨员也是进行一个立刻的变形 变成为巨蝎的形态 他表示好久没有活动惊骨了 终于可以进行尽情的杀戮了 而这时候他通过尾部 向这个飞猫腿 进行一个无情的火力倾斜 飞猫腿在这儿表示 哎呦 不好意思啊 我们要被你的语言所下运 不过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 任你们把玩的玩具工程了 我现在已经是 我们已经是飞猫腿了 而飞猫腿这个时候也提醒工程 说别啰嗦 马上闪人 风紧扯祸 画面上再次隔了钢中 而这个时候 这个死亡时的把火锅沉浸 是握着自己的同伴 是一个一个的将他们变成一个灰烬 而这个时候收割的小队里 一些其他成员表示说 千万别过去 咱们这个死亡时的 已经被黑暗的势力所玷污了 卡拉萨兄弟 烧死他 而这时候其中一个车上是 向前进行一个无情的火焰的喷射 是喷射到了一个死亡时者的身上 但是没有想到 死亡时者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把火罐沉浸了 他是不怕火的 他无人能挡 这个时候死亡时者是走到禁天上 扼住了刚刚喷火的那名成员的喉咙 但那是被他碰到的东西 是都化为了一地的灰烬 这是卫生天使表示说 怎么回事 咱们刚刚那敌人仿佛是一瞬间的土崩瓦解了 红之珠带领道分天和精精雷 你们就干掉他们的飞船 大火车闪电 你们跟我来 卫生天这个时候 利用自己手中的融合炮 进行一个无情的火力情形 并且告诉闪电和大火车 是通通杀光 一个火口不留 而这时候红之珠也是表示 你们听到了吗 咱们要趁他们乱的时候 要他们的命 所谓趁你病 要你命 就是这个道理 是将他们通通的进行一个消灭 而这个时候 看着他们进行一个收拾残局 这个经过天经风的也是表示 我放着他们进行的杀戮 血腥的屠杀 已经溅入高潮 而我在这里的任务已经结束 地球得以苟延残喘 苟活一阵子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样的作乱 只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而已 红之珠这时候表示 说咱们快点闪开 退到安全距离 而且是大台飞走的时候 是对方的飞船进行一个直接的爆炸 咱们可以去看烟花了 这个时候大火照表说 嘿怎么样 咱们是赢了 只不过游民和浪克他们是挂了 不过这点损失 咱们还是可以接受的 闪电这个时候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表示说 是啊 终于反败为胜了 而老魏这个时候表示说 是吗 闪电 也许你应该给我一个很好的理由 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不一枪崩了你 因为现在地球人已经发现我们了 而且我们现在 已经以整个星球为敌了 画面来到了 纳巴达市的卡森城 这个时候 从上方的叼车是掉下了一名成员 正是刚损 而这个时候一名工作室表示 我敢不敢打宝票 瑞德特工 因为时间太紧了 观念会的两名机器人的探子已经失去联络 而且你们还要我去加快进程 重蹈覆尘吗 这简直是太疯狂了 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而这个时候雷德表示 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这可是战争 我们需要战士 就像今天这种情况 之后还会再出现更加严重的情况 我们必须要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 无论有什么风险 我们必须派他们上场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认的 就是我们指望不上别人 画面一转 来到了死亡空间 Dead Universe 这个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做得很好 金破天 而金破天表示 愿意为您效劳 暗天云 我愿意为您的鸿途大爷 干脑涂地 这个地方我们说一下 暗天云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Nemesis Prime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 大名鼎鼎啊 第一个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 叫做黑暗清天柱 他还有的名字叫做 天灾 复仇天 复仇女神 以及黑暗天 没错 正是这位幕后的大boss 派金破天 是前往地球 干预此事 而这个时候 暗天云表示 你怎么认为 负灭杀菌G-Axis 而这时候旁边的 正是负灭杀菌 他是之前 Nova Prime 震天威的手下 他表示 尽管飞震天 表面上尽心竭力 我觉得他还藏有私信 野心不拨 另有打算 但是决战已经打响了 到那时 一切将会水落石出 好 那么此回合就到此处结束 我们终于讲完了这三部曲 渗透行动 升级行动 还有毁灭行动 这三部曲加起来差不多有19本书 我非常的喜爱 好 下一回合将会进行英雄传的讲解 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气的角色 正是Grimlock 刚锁的单独版本 并且也是书接这一套书啊 非常非常精彩 再来个视频 再见 See you next time